大家好,我是晃晃书店的店長,我是素素 今天來參加這個消費覺醒的活動 深覺得有意義 因為今天認識了很多友善土地的小農 還有一些生產端跟行銷端 那我自己在書店這個角色呢 其實因為我的個人是移居台東十七年 那透過書店很多消費者會了解晃晃書店的理念 比如說我們是無碩,我們不提供塑膠袋 我們會有回收的紙袋 那第二個是不提供外帶杯 就歡迎大家是自備容器來購買 那第三我們還有成立一個晃晃消費的晃晃糧食合作社 那這裡面的地方媽媽其實都是比較有意識的 比如說裸妝,然後自備容器來採購小農食品 那這些小農食品就是我這十七年在台東認識的一些小農 他們是比較友善栽種 對大地比較友善的栽種法 比如說像最近啊,進入三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梅子,水蜜桃跟玉米,還有櫛瓜 這些都是吃當季的一些安心食物 那我覺得我培養的比較是一個對環境友善的消費客群 那買得起的客群呢,相對的也是對在地是一個友善的循環 那不然的話我們的產品如何跟 就是這些消費族群其實是比較願意用消費來支持這樣的友善產品 那這是一個友善的循環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Choices 休息一下 이션